好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知道了 在程序开发时 如果希望判断一个条件 我们可以使用eve这个关键字 由eve这个关键字来判断一个条件是否成立 如果条件成立 我们就在代码下方先增加一个缩进 在缩进后面跟上条件成立时 要执行的代码就可以 对吧 那现在问题来了 同学们 如果在我们开发时 希望在条件不成立时 执行一些代码 应该怎么做呢 答案就是else这个关键字 else翻译过来 是不是就是否则其他的意思 对吧 如果我们要判断的条件不成立 我们就用else这个关键字 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那现在让我们看一下 else这个关键字的语法格式 老师还是先把笔记放大一些 同学们来看 在我们开发时 首先应该使用if这个关键字 在if关键字后面跟上要判断的条件 条件写完之后 在末尾不要忘记重要的冒号 然后在if下方 我们首先增加一个缩进 在缩进后面 我们跟上条件成立时要执行的代码 这个跟我们之前学习过的语法格式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接下来关键点到了 同学们注意啊 当if这个关键字 判断的条件不成立的时候 而我们又希望在这个条件不成立时 做一些事情 我们呢 就可以在代码下方 顶格写一个else 同时呢 在else末尾增加一个重要的冒号 写完之后 我们换行 同样要增加四个空格的缩进 在四个空格的缩进后面 写上条件不成立时 要执行的代码就可以 同时 如果我们希望条件不成立时 要做很多事情 那么每一个要执行的代码前面 都需要增加四个空格的缩进 哎 仅此而已 这个就是else这个关键字的语法格式 但是在使用else关键字的时候 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同学们注意一下 判断条件是由谁判断的 哎 判断条件是由if这个关键字来判断的 注意啊 条件是由if关键字来判断的 else呢 只是表达一下 当这个条件不成立时 需要去做的事情 else后面还有条件吗 并没有 else后面只是跟上一个重要的冒号 冒号写完之后 直接回车 增加缩进 在缩进后面 跟上条件不成立时 希望执行的代码就可以 好 讲到这里啊 老师呢 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else这个关键字的语法 一句话讲 else是必须要配合if关键字来使用的 由if来判断条件 而由else来处理条件不成立时需要执行的代码 我们在写else的时候 else同样是需要顶格写 同时呢 在else末尾需要增加一个冒号 除此之外 条件不成立需要编写的代码格式 跟我们之前已经学习掌握的 if内部的代码格式 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在前面增加四个空格的缩进 然后在缩进后面 跟上要执行的代码就可以 好 讲到这里 老师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else这个关键字的语法 最后老师再强调一下 if是负责判断条件的 else这个关键字 必须要配合if一起使用才可以 好讲到这里 老师就暂停一下视频